人民日报调查中国老百姓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弱势群体 绝有80%的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而且还有意思就是矛盾 官员认为自己弱势群体 那普通群众认为弱势群体 那到底谁是强势呢 因为这要怎么弄啊 就肯定有误差嘛 那为什么这种弱势感是这么普遍呢 我觉得是这个社会比较 就是我们中国人 往往是要跟强势比 跟厉害的人比 这样容易造成这种 不正常的非理性的判断 这个也是中国社会传统心理中 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吗 中国人这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最进步 要求自己进步 要求自己高尚 但这点有挺矛盾的 你看如果说罗素看到 西湖边上人力车的大爷都这么开心 他有他的幸福感 到现在好像变成一种 普遍觉得被剥夺感那么强 所以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啊 往上看 求进步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能把它犯化 不能把它强化 这两年多时间不仅是你自己 而且你要作为同事也好 包括年轻人 学生也好 你观察他们的 被这个东西的影响的过程 包括他们的心理上的反应 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尤其是年轻一代 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大一件事情 之前没有遇到这么强的一个挫败感 是的 我觉得关键还不是挫败感 关键是这个不确定感 失控 生活完全失控感 就是人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控制 本来都有计划 有矛略 有规划 这些事情是我们一种安慰 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那么从同学们的反应来讲 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焦虑 但这点有挺矛盾的 我们但凡出任何一点事情 我们这样封起来 我还我们这个社会心理 对墙的需求特别强烈 对 我觉得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因为农业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经营好自己这块土地 一定是守住自己的那个田 那个本 那个地儿 这样的一个传统这么漫长 就我们应该打破它吗 就是文化应该创造 它打破不了 因为它永远会影响到我们潜意识的 下意识的 没有一个文化 它是一尘不变的 它是不断地去适应 不断地去变化 适应其实这个潘光淡先生 有个很好的翻译 叫做未愈 未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先接受 然后我再变化 叫做自中和天地未愿 万物欲愿 我改出稿 反锁了 就我是躲在历史里了 有效吗 有效 那我也不知道跟我效的方法是什么 其实我最强的感觉 你知道我 我正在刚刚改完 改这个 就是医科团那一章 写到医科团 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些历史 真正怎么从心理学来理解 就很少去 去讲述它 那我觉得那是对 所有那一整代人 具重创 内心的重创 然后 然后你觉得人 就是生命还是非常有任性的 不管在什么极端情况下 总是有缝隙 总是能够做出某种反弹 你看一想到这个社会训练 我们讲的乐旁 乌合之众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 运动到我们私生的分析中 我觉得我们的历史里 围堵一下就打开了 而且我觉得新的生命力 肯定在碰到一块生长 怎么熬过去 等待 所以你也会发现 其实历史力量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 它最终会被日常所吞噬 就是最终跟日常会共存 然后人在这种日常里面 又重新找到自己的节奏 但是日常也很无力呢 进来看看 又来了 董老师 麻烦你跑一趟 没没有 一到你这个地方来了 对 我们是书店 对 来一项空间 对 哎呦 它特别特别好 有了书这个意见就不一样了 也是一个躲避空间 它是一个心灵的家园 对 你看现在这些对自己自身认识的书越来越多了 对 自我认识 对 社会心理学这些东西 哎 那天我们 那天出了这个书挺有意思的 那就是您刚上北大的时候那种感觉 啊 对对对 一个意大利的摄影师拍的 感觉这都是我的同学似的 真的 长的样子也像 衣服也像 你看 刚刚开始重新学会 开始恋爱 那时候确实是一个青春激荡的时候 就是可以跳舞了 可以穿花衣服了 可以谈恋爱了 对吧 其实文学治愈也是心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故事等于是通过故事来治愈 我们现在很多人出问题是第一人称 我烦 我要 我得不到 我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我 对吧 这个就是第一人称 但是你自己换一个角度 从第三人称的角度 比如说凯平为什么这样 对吧 资源为什么这样 那其实你就已经变成了上帝的视野嘛 跳出来重新看自己的 对对对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也有人把它叫做心理隔离 当时这些什么妥唆 耶夫斯基的俄国小说 当时多受欢迎 在这个和平 对对对对 现在大家看得很少了 你要问中国人 你是喜欢俄国文学 还是喜欢美国文学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一定是喜欢俄国文学 因为它的灾难 它的深度 它的历史 痛苦 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的 而且它变成 好像变成一个 curse一样 好像永远在这个循环里面出不去之 所有的人世间的悲剧 其实都是有一种宿命论的因素在里面 在心理学上怎么解释这种宿命论呢 就是你宿命 其实就是一切都是由他人 由历史 由规律控制 你做什么都没用 有一个学者呢 他是个美国心理学家 叫萨里格曼嘛 他把他叫做习得性无助感 快乐是一种理性 我们老以为快乐是一种感性 就是傻乐呗 对吧 只要傻乐就行 先发现傻乐是人的 实际上是一种智慧 你得去超越 你得修炼 要不然你得不到的 太难了 太难了 咱们上去 这种办公室 哎呀 太好了 那个地方太有意义了 对 这比我们当教授有趣得多 没有 很烦的 是吗 天天怕它倒闭 对 你要维持那个 对 彭老师 你饿不饿 我们有快餐 只要吃 可以 我有个感觉 中国的KFC好像比美国好吃似的 哎 我也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嗯 我觉得他要 就是本土化了 这个 针对中国人的口味来了 这届学生是不是 基本都在上网课呀 嗯 清华大学这笔学生是18年入校的 嗯 所以他们上了一年的课下 嗯 等于是有三年的时间 是啊 上了网课 是不是其实应该某种人 应该追踪他们的成长获胜 我其实挺好奇的 这三年如果日后怎么会作用 在他们自己的成长上 有个这样的研究 嗯 比如说美国人研究那个 婴儿潮一批人 嗯 就是从五十年代 嗯 打仗回来的上百万大兵 嗯 同一时间结婚 同一时间生孩子 就是一大批 上百万的孩子出生 父母亲 经历过战争的 生死攸关 对他的下一代是放纵的 嗯 我其实也在思考 就是这一批中国的孩子 他们会 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变化 嗯 不知道 嗯 这就是 您觉得呢 我们现在比如本能的 去评估一下 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很难预测 我们深刻意识到的 大形式 大局势 嗯 大环境的影响 永远超过个人 嗯 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努力 你都是时代的 呃 产物 产物 嗯 有一个心理学教授 叫做Michael Baum 嗯 他的一个观点 他说中国的心理学 其实永远是社会心理学 嗯 美国的心理学 永远是临床心理学 嗯 就美国人的 心理学的一辈子的问题 就是要解决我自己的烦恼 我为什么这么烦 嗯 中国人一辈子的问题是 如何在社会适应 社会成长 社会成功 像您最近做的最重要调查 是什么调查呀 这两年 我们就是做了两个大规模的调查 嗯 第一个调查就是和新华社 嗯 去年十一月份完成三十万人的调查 嗯 那么今年二月份三月份 我们又完成了一个三四万人 主要还是围绕这个人心态情绪 还有积极品质 有初步的结果吗 比如这个中国人群在这个时刻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呢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叫做中产阶级不高兴 嗯 就是总共的这个社会情绪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 嗯 第二个就对家庭的关注 开始讨论关心家庭如何去维护啊 家庭关系如何去改善啊 去年在那个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孩子们的那个心理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嗯 学习为动力 生命无意义感 嗯 然后对这个社交上市了能力 而且在最近的几个月可能这种情绪变得越来越 嗯 还让很多人感觉到非常的无力 对 失控 这等于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快的 形成一个巨大的社会舆论的情绪 就是这种情绪的感染性就是挺大的 所以说社交媒体网络世界的一些工具的特性 嗯 现在开始变成我们生活的特性 嗯 它会造成什么样一种人格 一种心理心理心理状况呢 丧失这个自主 现在很多人是被人赶着被人驱使着被外界期望着 嗯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从众 然后甚至会造成一种心理疾病 嗯 嗯我们把它叫做firmal就是把自己过多的精力花在迎合社会的需求上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概意识到这种极端的自信 封闭带来的自信 封闭带来的一种盲目的自信 永远认为自己没错 嗯 从而上市自己的谦卑 嗯 嗯 然后呢还是这种 嗯 人际的疏离 就是这个 就人际关系不重要了 以前我们人类需要找人聊天对吧 嗯 呃谈恋爱需要找对象去追求还得收装打扮还得文雅修饰自己对吧 因为叫做court就是要追追这个异性 嗯 现在在网络世界里头你都不追了对吧 你你总甚至不要一秒钟你就可以看到裸体 你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欲望 嗯 这个对我们人类伤害还是很大的 就是嗯 即刻的满足 insta graphification insta graphification很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他就没有这个进步的动力 嗯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性的冲动对我们人类文明的进步 好所有行业都是吧 都是一样 我我特别担心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创造精神 嗯 都会上市 有个现象你知道叫做Z世代吗 Z世代 Z世代就是在1996年之后出生的 他们的世界就完全是社交媒体的世界 嗯 这些孩子的自杀力 呃抑郁症 都要比别的孩子要高 嗯 而且他们的社会经历要比别的孩子少 年轻少女 嗯 我们最娇贵的花朵 嗯 在社交媒体上 晒自己的照片 晒自己的生活 那一堆无聊的人就在攻击呀 嗯 所以你看韩国现在很明显 嗯 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基本上没有不受到 语言攻击 网络攻击的 所以他们自杀力特别高 所以这种verbal violence 其实 他的这种伤害性不可低估的 不可低估 嗯 我们老以为船头打人伤人 嗯 其实最伤人的是心理的伤害 你是一个虚拟的社会关系 又是往往恶意的 嗯 所以对这些孩子们的伤害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过去我们去读一本书 我们跟着那个男女主任公去去去去游历看个电影听个音乐 就都是在虚拟世界里 对 那这那这那这一次的就是所谓的互联网这个social media这个虚拟世界到底跟之前的又有什么小说作品是这个作者给我们构建的 嗯 现在虚拟世界是你自己构建的作者他起码有智慧有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很多的思想家还有哲学家心理学家包括电影文学作品在讲就是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 是啊 装身梦叠 对 那么我是在梦中呢还是在叠的这个梦中 但是最终世界的所有的真实最终都是心理真实 对 就比如我们都可以成为南科 我们带一个这个头盔就进入南科的世界一个黄粱一梦不断的做 对 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梦 这个梦 问题就是说你选择相信什么 你愿意活出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来 因为这个黄粱一梦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一群人 那么这一群人肯定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黄粱一梦 最容易建成的呢还是我们现实的世界 他如果在虚拟世界他也是一种巨大的真实 那可能现实生活中反而对他来说不真实了 大概是从这个2004年开始 美国加州大学圣特巴布拉分校的一个教授 马斯洛维奇就开始研究虚拟心理学 他发现就是人其实在虚拟世界里头可以选择很多的身份 但是有一个身份他很难辨 是什么呢 是他的taste 是他的这个味觉 就是他的现实是有爱河咖啡 虚拟世界里头你让他恨咖啡做不到 you are what you eat 对对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 我们的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性爱我们的味觉 嗅觉听觉触觉这些东西可能是我们人的特别重要的心理本质 我就经常讲你得摸摸自己你得闻闻鲜花你得看看漂亮的男孩女孩这个时候你可能唤醒自己人性的感觉 要不然脑袋想康德尼采斯宾诺杀最后你可能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所以说世俗可能也是我们人的高贵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基础 这个这个特别真有意思 那我想问你 你看你看我们描述中国人的时候 一方面中国人很实用 就是有一种实用的乐观 但同时每个中国人又有很多忧虑 我给你一个特别简单的测试 好吧 你拿出手机来对着你的脸照张相 照张快照 不要连拍也不要美颜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分析你的这个相面相 对对对 相由新生 好 我们发现就是一个人就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的时候 他有三个特点 第一呢他这个嘴角肌往上仰 不是你这样往下 第二呢他的颧骨肌往上提 不是你往下搭了 第三呢他的眉毛 其实呢不是这种 不是这种往上仰 他的眉毛是一种弧形 关键是他眼角肌有这个皱纹 如何去了解一个人的心情状况 就让他照张相传到我们的后台 我们后台呢就马上给你一个心情分析 这个方法呢 这个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edia lab 他们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面部这个信息反馈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笑脸呢快乐和他不一样 我们中国一般是不露声色 我们担心的事情太多 我们优越的心态多 另外那种我们攀比太重 为什么又有这么实用的乐观呢 就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教育其实一直是乐观主义的教育 从孔子开始孔子不有鬼神不有死亡对吧 所以说这个文化不担心看不见的力量是对他一定是 但是你日常生活又好像被无数看不见力量所左右害怕 就是这就是一个矛盾就说我们没有学会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理解如何看得到那些看不到的力量没有 我们中国人永远是在优落之间徘徊对吧 就是艺术大师他们基本上就是只曾经在自己的学术啊 业务中间很少提倡入室的把自己和这个社会分开 甚至可以叫做格格不入 他觉得才能产生大智慧 但你看我们中国人永远不要做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对吧 那格格不入是创造力的来源呢 我觉得格格不入是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事物的规律搞清楚 你参与进去你本身就带来了很多的偏见 就像这个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一样 那么你要是用一个工具去测量这个微观世界 你这个工具本身就成为一个干扰的因素 他就永远测不准 我现在跟您这两次聊完之后 我就对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和那个 适合搞心理学 对 就是 这个文化最后到本质上来讲就是人心的 您刚才说中国就是您的细节 那是一个差别最大的事实 嗯 类外因就是西方人他真的相信有一种事情叫做本质 真的认为坏人有一种坏的本质 这个坏的本质是可以遗传可以感染可以渗透 我们中国人不太相信本质 中国人还是强调非本质论的这种情境啊环境啊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根深蒂固的差异 邪恶这个概念咱们中国人很难理解 我们当年做的研究就是因为这个卢刚杀人 就是我北京大学的一个物理系的一个同学 很轰动啊 你认识卢刚啊 很轰动啊 为什么认识卢刚 83年他要到美国留学想找对象 然后他就跑到心理系找我 他说这个老鹏给我介绍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找我太太 你们促和了一个我太太的石友 这个两人谈了两三个月 分手了 后来这个女孩儿嫁给卢刚的同学 你看很巧啊 1991年的11月2日 我当时打开电视一看正好就是播卢刚杀人 他打死了五个教授 而且四个是提名诺贝尔奖把这个爱华物理系打回到石器时代 所以我当时感慨就是如果当年那个女孩跟他结婚啊 这个研究啊就是在中国找了一批人 美国找了一批人询问 假设卢刚在中国会不会杀人 假设卢刚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中国认为不会 美国人认为会 为什么 他是个坏人呢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Evil就是有本质的存在 我后来这篇文章送的那个杂志叫JPSP 叫人格与社会心理学 那编辑很厉害 但他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说卢刚是中国人 中国人在解释卢刚杀人是受环境影响 是不是面子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坏事啊 我们怪环境对吧 我迟到了是交通堵塞 不是我自己懒 那怎么办呢 特巧一个月之后 一个美国人跳出来 打死了五个人 一模一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立马把这个美国人的故事 给中国人看 就假设这个麦克尔万 结了婚会不会杀人 有孩子会不会杀人 中国人认为不会 说明什么 不是面子 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个研究一下子就震惊美国世界 其实在94年发了那篇文章之后啊 我有一个机会 就是去做高管 嗯 我就很兴奋 我就找尼斯贝德 我说你给我写个推荐信 尼斯贝德 脱了好 让人先不给 我就急了呀 我说人家那个 要我马上答应呢 尼斯贝德把我叫到他的那个屋里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在花园里 他一个小花园 在那边 然后坐下来 两个人喝 喝啤酒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很震撼 他说上帝派我们人到地区上是有目的的 嗯 我当时就不以为然 我不信教嘛 我有点过了 那你想过没有 我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教授 嗯 你是一个中国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一个中国人 嗯 结果我们在密西根安阿布这边来合作 而且我们做出来这么优秀的论文 嗯 他说 你的使命就是要做心理学 这么一说搞得我 就不好意思了 我觉得我还是真的应该 老老实实做学问 嗯 不过有时候也在后悔 也不是后悔 再幻想一下这个 嗯 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那当时2008年 绝定回来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是内外因的交互作用 就是中国等于变化 我在美国我都知道我将来会干什么 守着退休金 带着老婆周游世界 然后写书 历说 看到自己3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 其实挺恐怖的 嗯 嗯 我到中国来 我永远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 在这个历史的关头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我后来召集回国 嗯 做一些工作的原因 觉得错过了一个巨大的变迁 错过了巨大的变迁 不是因为说我多么了不起 是我没有去参与 没有去见证 没有去推动 嗯 嗯 我觉得有点有点内疚吧 而且也是第一个 也是第一个 因为我创建了这个系 就即使这个系搞得不好 将来清华历史上还是有 对吧 第一任系主任 因为我看了一些资料 我对于更小的时候的成长经历 我好像基本上没有找不着 小时候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没有期待 嗯 因为没有大学了吧 对吧 就是准备准备相生相的 被子啊 褥子啊 这个扁担啊 都准备好了 因为踩过点嘛 就知道那个都是我们这些教师的孩子在那地方 种田啊 赚公分啊 但是后来 所以人命运本来是那个样子的 对 什么时候知道高考要恢复了 可以考到 77年吧 77年 77年 那时候我还在初中念书 嗯 我记得感受特别深刻的就是 有一天下午办完这个板报之后 回家的路上 结果从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里头 飘过来一段特别优雅的音乐 嗯 当时我就弄住了 就说没有听过这么好的音乐啊 嗯 就是真是天籁之音 然后这个人命广播电台播音员说 嗯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 斯特劳斯的溜冰原舞曲 嗯 当时在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 还有斯特劳斯 嗯 还有原舞曲 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 一个少年 然后突然听到斯特劳斯 对 那种斯特劳斯到了悦养 等于声音是您感觉到时代变化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程度 对 所以我们当时听了以后真的是震撼 然后后来就开放了 改革开放 该读书的时候大学开门了 确实我们这代人很走运 但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是这个教育部 在1978年才批准成立的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系 嗯 我都没听说 我都不知道还有一个心理学 我是报的是物理学和地球物理学 是希望研究地震 我也问过赵森办 赵森老师 他们说因为你写了一句话 愿意服从国家分配 所以国家心理系没人报 就把你分过去了 所以这就是我 我这个学习 就是立开尔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就是一个失控的人生 对 我们中学的老师 听说我被北大心理学录取 都要流眼泪了 嗯 觉得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 前途被摧毁了呀 对吧 心理学是 大家真的是瞧不起的 天然化的 上学的时候 我对面就是心理学系的学生嘛 我就说他们整天游手好闲呢 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呢 很容易混过去感觉 是 因为确实他们有一个明确的培养计划 也不知道一个学科定义 所以我们那一年其实很惨的 我们什么课都学了 有机化学 高等数学 还有这个高等物理学 甚至无线电 嗯 我们的老师 他就说你们学心理学 早了二十年 有同学就说 为什么呀 他说中国人现在还在为温饱而奋斗 心理学是个调味品 它不是个必需品 所以我们不需要 三年级开始 我们就开始变了 就开始教社会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精神分析 真正的心理学的学科 才知道这个心理学不是那种科学的一种抽象的概念 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去美国要读个博士 受一个科班训练 如果从一个一个心理学的视角来看 该怎么去描述八十年代那样的 我觉得八十年代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躁动 他有一种舍弃一介往前跑的这种精神 嗯 但他又是一个经过创伤之后的一个时代 对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今天发现 就是说很多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它也包括童年的一些伤害一些影响 而这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 在我们的文化的潜意识里头 比如说这代人受过巨大的一个创伤 这代人体验过极其的很大的力量 一个社会它怎么传递这些东西呢 这就是心理学发现让我们沮丧的地方 就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是时代的 时代精神 就是时代精神很难传 全承下来的是文化 几千年没有变的这个文化基因 时代精神它就是一代人 三十年一代换一代 所以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得到 我们无法去向下一代的人告诉我 他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他是要叛逆的 而且他们对他们是要反叛你 他们你越这样我越要反过来 代沟啊永远存在的 我都不指望就是把我们八十年的那种 青春勃发的开放思想 告诉下一代 他们不一样的 没有必要担心 下一代会受我们的影响 这点什么时候您比较明确的意识到的 我就是这几年 我刚回国的时候还充满了理想主要 要推动各种推动各种 对我觉得我可以影响下一代 让他们更加继承我们的这种思想传统 对吧 虽然我的影响还在 大家也尊重我对吧 我讲学术大家肯定是听的 但我讲这些人生道理 其实已经对下一代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 也没有说没有任何就是说有限 有限 那有挫败感吗 没有 我现在有一种超然感 那所以呢心里没有高下之分 我觉得没有 那并不觉得有的一代人他们更 包括勇敢理想主义更有创建 有的一代就更平常 咱们老一代的那些革命先烈 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就他们的责任 我们这一代做我们的事情 下一代做下一代事情 这个时代精神是已经被很严格的证实了 但是呢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时代精神就会被铭记得更远 更远 有一些时代精神可能会慢慢的成为这个民主的精神 或者文化的精神 但是也不要高估他